阿弥陀佛 大家好 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连世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20集的播出 520 我爱你 节目一开始为大家播放的是 一起飞上青天 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这个是师尊的誓愿 他讲漂泊就是来去 来去已失去了意义 生命一直在折叠之中 诗愿不可能抛弃 离我一起飞到青天里 忘记了人间的一切的游戏 这里面有诗愿不能舍掉 却是永恒的诗句 我们跟诗在一起飞上青天 飞过就是来去 来去已失去了意义 我们是一直在这跌地 生命之中 世愿不可能抛弃 我们是一直在这跌地 生命之中 世愿不可能抛弃 我们是一直在这跌地 我一起飞上青天里 离开了人间的诸多游戏 如此把一切全部都忘记 如此把一切全部都忘记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抉择 世事情之放下 但是我呢 不提心理诗句 不能变怜 不能摔掉 却是永恒的旋律 亢泡楼人生谁提供 牙库有三好 亢渥犀顿 亢渥犀顿 戴上青天的gh 王您现在的 AH 来去亦失去了意 我们是一直在这跌地 生命之中是愿不可能抛弃 漂泊跳是来要爱去 来去亦失去了意 我们是一直在这跌地 生命之中是愿不可能抛弃 你我一起飞上青天里 离开了人间地主多有心 如此把一切全部都忘记 如此把一切全部都忘记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抉择 事是轻事放下 但是我呢 菩提心的事情 不能变脸不能摔掉 却是永恒的决定 我生命之中是说 我生命之中是愿不可能抛弱 所以我良し祈求你 我生命之中是愿不可能抛弱 你我生命之中是愿不可能抛弱 我生命之中是愿不可能抛弱 大家好,这里是真佛天空新闻台 联生活佛文及网络直播读书会 我们现在来做网络的直播分享 我们要来等一下庆祝 大家好 等一下我们来庆祝师尊Happy Birthday 要在YouTube上面直播 好,我们先做网络的直播分享 我们再唱一次一起跟师尊飞上青天 有没有要留在六道轮回的 有要留在六道轮回的,请举手 不想去麻双联池净土的,请举手 那今天的介绍的这个文章就是 看日落,看日落念佛 就是师尊对弟子的一个思念 我师尊现在每天都还是很开心 表泊就是来一句 来去一世却留意 我们是一直在这跌地 生命之中是愿不可能抛弱 生命之中是愿不可能抛弃 无可能抛弃 你我一起飞上青天里 离开了人间的诸多游戏 如此把一切全部都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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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面有一个重大的抉择 是世事情是放下 但是我那不提心里失去 不能变脸不能摔掉 却是永恒的军律 然后再来陪欣奥 怂彂佬 善护辩那湘西地 而且祢在白天 兹魚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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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尾 置求神 马兰 G thank 肩鲁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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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カ 江战 来去 失去了意义 我们是一直在这天地 生命之中 誓愿不可能抛弃 要不就是来来去 来去 失去了意义 我们是一直在这地地 生命之中 誓愿不可能抛弃 你我一起飞上晴天里 离开了人间地主多有心 如此把一切全部都忘记 如此把一切全部都忘记 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抉择 事是情是放下 但是我能 菩提心里失去 不能辨念不能摔掉 却是永恒的决定 哦 咱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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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520 我爱你 第520集的播出 昨天我们在 美国西亚图的彩虹山庄 我们大家一起来庆祝 我们伟大师尊的生日 还有武师 还有大家的表演 非常的开心 昨天师尊度过了一个 非常快乐的Happy Birthday 那今天网络上度过 等一下会 这个直播完了 在11点的时候 我们有网络快闪活动 会在我的YouTube频道 你们知道我的YouTube频道吗 我有贴在网络上了 我的YouTube频道 在今天的贴文应该也有吧 我看看在哪里 莲花会君YouTube 好 我复制一下 再贴一次给大家看 我复制一下 再贴一次给大家看 这个是回音 大家看到我的回音 这个就是 现在贴出来就是我的YouTube频道 那等一下11点 看看我们等一下几点结束 然后会再提醒大家 那今天的贴文也有 他写电话会去YouTube 你上去 你上去我的YouTube频道 首页对不对 首页如果我们要显现直播的话 它上面的最上面那一排有影片啊 然后有首页有影片 你按影片那边 那个直播的频道 它上面会有直播的 就看到希望大家能找得到 我们看看现场哪些同学上来的 哇 现在上来的 蛮快的要庆祝师尊生日 对不对 哇 Mangualing Edistan 郭爱白 对不对 甘露孩 那个Richard June 师尊呢 最近给叉叉 哆哩咪 他讲的不准 对不对 居然敢讲我们师尊73岁 你看人家都75岁了 许慧玉 昨天有看到师人开示 唱着要师佛 今天上班有段段续在看 好 工作顺利吗 Diamond 上次新奏 1080 王国会贴来功课了 哇 你这个是 连签 刚完经 六十遍 上新奏 两万遍 哇 对 你都很准时 一天一万 丁耀宾 师兄是不是 韩国瑜生日快乐 韩国瑜今天生日 我也蛮喜欢他的 谢谢你 瑶瑶常上来 甘露海 明天佛陀生日 5月16日 农历 对 对 谢谢你提醒我们 5月16日 不过是农历的 农历的 农历的 哇 那我今天要跟师人讲 Happy Birthday Sakyamuni Buddha Linda Watty Andrianda 对不对 Linda Watty Andrianda 名字很长 好 谢谢 线上来 哇 有一些都是新的 Lim New 对不对 Lim New Gary Lotus Edistan Yuki 对不对 莲花英露 那上市新奏一万遍 还有这个 陈寗珍 那个 Catty Brana 上市新奏108 一天一次 很准时的 甘露海 樊船 Elisa Lee Gary Chan 优妹来世 莲花玉莓 是要紧两长天安静两不上新奏一万 长州国金母之后 大白散开神经安革二百一十六遍 Garry Chan Edistan 哦 舞曲很好听 对不对 Ken Lee Good morning 上市 Thank you very much for your drama talking with that That brings a smile to everyone Thank you Welcome to be here Welcome everybody to be here 陈鸡才 八九滴王 谢谢老板 老板娘 Majinima 林秀一 哇 生日蛋糕 对 网络还有生日的 请观想 把他吃下去 你想去马上年始 但是也想留在这里 希望往来能够处遇谁 无碍自在 昨天的开始 非常的重要 师尊讲说 如果你们没有听到 昨天师尊会在网络直播 那个台湾时间 应该是今天早上 对不对 哇 反正你们没有看到 师尊要是否护摩 不是 那个长寿佛护摩的直播 里面 哭一大了 师尊 讲出了什么叫做 本尊法 什么叫做相应 你们一定要看 讲得很精彩 A.Stan 扎树珠上月新宿 1200遍 Happy 你好 还有这个 丹丹丁 而且昨天在产生庄 护摩完 天上就献出 圆形的大日光 这明达 Garillo 这是 其他的 有的名字被冲上去了 干风力 是在上个月开始 月圆之月 5月16日出生 是释迦摩尼佛 对不对 5月16日是释迦摩尼佛的 不要跟释迦讲 Happy birthday 释迦摩尼佛生日 生日快乐 今天那个留言会爆棚 Happy birthday 地藏经营部 四川新宿 地藏新宿歌 108 以兴亮亮 当机 扎树珠 不适合的话 离开比较好 这是什么东西 下面我个 Greeney Dan Domemoy 还有这个 李正果 远是跟四川 这个飞上青天 背景是蛋糕的框框 郭君贝 你好 大家好 回来 Domemoy 这个是林华丽 自家人一台 上市新宿2000 马里四川108 长出国108 高文件期 一遍回现 很棒 陈俏峰 5月18 振活经 妈姐妈 我有看到 其实四川的农历生日 是这个星期四 农历5月18 但是呢 我们就是提早庆祝了 那5月18 我们网络再庆祝一次 农历了 大概礼拜四吧 王国会贴来功课了 莲花40 三星咒1080 百字明咒7遍 孙正咒7遍 郑鸿水 中国经一遍 高文经一遍 光明真言7遍 王人咒7遍 莲花秋玉 中国经一遍 高文经一遍 地藏经一遍 护法咒5000 年千 上市新咒1万 梅莲 三星咒1万 百字明咒 莲花月音顺其 百字明咒各100遍 莲花又华 三星咒1080 莲花汉华 尘寿佛540 莲花月音 三星咒3240 护法咒2万 莲花失灵 金木星咒1080 曾墨经三遍 陈正峰寺 地藏圣号 1080 三星咒2160 乙星 亮亮 各上市新咒216 亮亮 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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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莲花玉林 三星咒2500遍 慧君 护法咒5140遍 市井三星咒2300遍 王宝坤 三星咒108 金木星咒108 谢谢 哇 郭爱白 还没请教上师 各位市友姐 扩建后的新小房 工修法的谈诚 应该出意的事项 就是最主要是这样 每天应该修法 开你打 就是要修法 多年以后在十二生日 我都没有忘记 今年只有遥远的祝福 网路地址好好想念师尊 哇 苏人主角 Happy Birthday 祝你多到3600 85回 嘿嘿嘿嘿 John Doris 黄雨璇 是谁家 哇 这充人气很高 八十几个 Richard Jun 吃尊护魔说的相应 真的很精彩 一定要看 是关羽本尊的相应 哇 看得很棒 罵全力罵 还有傅思琳 哇 大家一起上来 还有黄兴锐 已经你们的名字 我已经来不及念了 我念一下上一集 请他们大家的留言 黄振昌钢铁魔人针 就是专医生要说 每次睡觉前都有做披甲护身的 Janice Jones 感恩师尊 然后感恩上司 感恩这个读书会 让我们这个平台 能够大家一起来分享 师尊的文集了 好 上一集得到梅花证书的有 莲花顺叶跟莲花佑菱 我要没几分钟贴诗是不是 哇 这个很热 哇 我今天忘记贴了今天的那个吗 今天的功课吗 好 把它再贴一下 现在贴的就是 现在贴的就是 等一下我们要集合的 等一下 现在是惠君的YouTube 等一下我们直播完之后 请大家要上我的YouTube 那YouTube有什么 有那个我们要来庆祝师尊 叫做网路快闪活动 欢迎大家参加 希望不要耽误大家太久的时间 大概15分钟左右 除非你愿意留下来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赶快来介绍师尊的文集 这个孤登下的对话 是不是 孤登下的思维 那是孤影的对话 那是禅宗的 这个叫孤登下的思维 你看看这本书 耶 好 那这个 这本书 哇 本来一天介绍两篇 三篇 后来变成一天介绍一篇 我觉得说 每一篇我都有查一些资料 然后 把诗中的文章 我觉得慢慢讲也不错 那这个 今天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是什么呢 看日落念佛 你看太阳西下 对不对 你们那边的西边是哪一边 西边 东边西边 你们有没有注意看你家的方向 东边 你们现在是晚上 晚上应该看到月亮而已 对不对 哇 西边 看西边很重要 为什么往生西方 往生西方净土 所以方向要搞清楚 对不对 去此十万八千里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 所谓十万八千里 是十万八千个凡 好妄念 越过去 去极乐世界 所以今天呢 这篇文章跟大家介绍 看日落念佛 那这个文章好像蛮悲伤的 因为最后他讲说 世中还讲说他掉眼泪啊 这个 世中哭你会觉得 世中是不是忧郁症 我告诉你 你才忧郁症 不是啦 师尊是想念弟子 当一个师父很想念很想念自己的徒弟的时候 那种流泪是佛菩萨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观音慈悲众生的眼泪 那个是令人家觉得很赞叹很怀念的 所以这篇叫做看日落念佛 那在前三段的师尊的描述到太阳 日落的太阳 像什么 像淡黄 如果看到那个日落太阳都是很美 对不对 既阳无限好 只是近黄昏 那你看你看他写的文字 日落的太阳像什么 你说像什么 他说那天黄昏的霞光照满了天 太阳就要落到水平面去了 那大日太阳呈现的像鸡蛋般的 鸡蛋黄 鸡蛋般的圆 蛋黄般的红 像圆圆的盘子 通体的亮 却不刺眼 整个都是亮的 但是不是很闪眼睛的中午的太阳光 啊啊啊啊啊 眼睛照射 当然你不能 中午看太阳 你眼睛会啊啊啊 对不对 那傍晚的阳光 哇整个 你可以想象 那整个霞光满天吗 然后呢 有个黄澄澄的 像鸡蛋黄的 又不要眼 但是很美的 日落 然后师尊 一个人在看日落的那种情景 那师尊呢 又描述日落的太阳像什么 像圆形的球 像我旁边是气球 对不对 那日落呢 像圆球 为什么我念一段给大家听 我望向四周 师尊看着四周围 我的后方是层连叠杖的地方 左右两旁山谷收拢 前面那疏通明的圆球 如同在旋转一般被水平线 从下端一点又一点的吞噬了下去 好的 这师尊的文字是讲说他的后面 有山 山的这个 两个山中间有一个太阳日落 然后被水平线 哇一个一个一个 要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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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沉下去了 师尊呢 在文字上他描述的非常的优美 所以呢 我告诉你们哦 你们除了看我的读书会之外 记得要买这个书 或者去征服博瑞帐去下载去看 对不对 征服博瑞帐去下载去看这个书 也可以 那你就会感受到不同的法位 好第三段 师尊又讲他那个太阳像什么呢 哇 落日啊 永远是 都是那么的好看 落日永远是那么的阴红 哇红红的 像我们这个红色的气球一样 那落日永远那么的柔和和温柔的 因为他不刺眼 不光要不刺眼 不光要夺目的 然后呢 黄金硕硕的线条在海平面上晃啊晃啊 那个太阳的光 落日光照耀在海面 那海面就呈现那个黄金的颜色 那闪耀 哇 你可以想到那个那么漂亮的画面 哇 幽兰的水面跟蛋黄就参合在一起了 不再分开了 哇 你们可以想像师尊一个人 对不对 然后没有我们这些禅神灵 自己在海边看日落 然后呢 这个日落像蛋黄一样 然后也不刺眼 周边都是霞光 后面有山 有山谷 就是说他山谷下面呢 就是有落日 然后落日慢慢被水平面吞噬了一个个个过去 但是落日的霞光照耀在蓝色的水平面上 哇 哇 这个水平面跟落日的蛋黄交织在一起 蛋黄的金光交织在一起 那种画面你能够想得到吗 你多久没有看落日了 你若要看落日 明天晴早 现在已经是月亮了 你们这边是月亮 早上好像看不到太阳 还是凉凉的 好 我们来看看现场 哪家同门 丹梅妹 丹梅慧分 一万遍上星咒 回向师尊 身体安康 对不对 好 这个大家分享读书会 谢谢 丹丹丹丹 丹梅慧分 钢王金十九遍 金五星咒二八零八 上星咒四千三百二十遍 好 郭爱百上师 无想把现在平常师尊修法的旧坛成 移去新的令扩建的坛成 需要撒镜跟注意什么吗 原来你是要包那个 你要换坛成对不对 或者禀告师尊一下子 我告诉你 你最简单就把新的坛成拍照 拍照寄到回心公司 然后师尊会给你加持开花 那你要移去旧的坛成 你修坛法跟师尊禀告 然后做升空和响观 就是把坛成所有的佛菩萨 怪养他们升空 我奉师尊连生活活的圣名 把坛成的佛菩萨全部升空 升空好了之后 你再把他佛像用红色的干净的红包纸 我说有没有红包 干净的红纸 对不对 红色纸 然后把它包起来 那个脸部包起来 然后放到新房间 新房间当然要撒镜 念大杯咒水 有时候要用香粉一下再放上去 放上去的时候 你修法 你在念招请咒的时候 一招请活不咒就下降了 当然你要放贡品什么的 但是呢 坛成要开光 你可以拍照 请请师尊加持 那个既大悔金中心 主持人家 欢迎大家多多分享 读书会直播 对 谢谢你们啦啦对的 谢谢你啊第一次看到你留言 很棒 黄雨璇 郑伯金两遍 还有什么 郑伯金两遍 钢瓦金五十遍 偏经间三千遍 三星座三千 大力金刚二一六 大力金刚晶尾州二一六回向 还有这个 何文彦三星座六百 郑伯金六遍 钢瓦金六遍 很棒 桂芬 甘露海 哇这个张苏珠很多兔兔 妮可琳 佩文 Janice John 还有 诗志中 哇第一次看到你留言的样子 我自己贴的 等一下记得上我的那个 等一下记得上我的YouTube 莲花惠君YouTube 我的YouTube的logo 我的YouTube的logo是哪一个 弄给大家看一下这个logo 这个小小的 它白白的 它是妙音佛母 然后有莲花惠君 对不对 你等一下按下去这个网址会到我这里 然后上面有个影片 对不对 这上面有一排 对不对 你按影片这边 按影片 我所有的影片就会出来 有没有 然后呢 等一下直播会在影片的那边会出现 这样懂吗 好 再来看 江右同盟 晚安 今天上来很多 Diamond J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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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廖金蟬 师姐 Danadio Seligo 祝贺师生日 吉祭回向师尊 好的一些 谢谢你 Damemai 莲花惠粉 丧心臭一万遍 哇 好 还有这个Danadio 莲花旋风 是这个刚刚念过了 对不对 再回复 好 那再来讲说 师尊自己一个人看日落的那种情形 哇 他讲说太阳好像是在波动一样 跳跃的进到海里面 仿佛还有声响就像伯瑞 就像垫着脚或跌了脚 海面就是变成赤虹的油漆 你看师尊很会描写他所看到的风景是长什么样子 此情此情藏在我的心中了 那 师尊是在什么地方看日落 他是在闭关的期间 不过他想到以前 为什么他看日落会流泪呢 他想到以前 在墨西哥 Mexico 在美国的南方 中南美洲 对不对 中美洲 中美洲 然后那个美墨边界 对不对 然后那个在墨西哥那边 在波多雅各 波多亚玛塔 波多亚玛塔的那个海边看那个日落 哇 一起看跟一些弟子看日落 后面是山城 前面是大海 左右有海湾大道 海湾大道的灯还没有亮 落日安详 那一起看日落的有谁呢 有师母 还有加州四位 妈祖 四位 洛杉矶的 那个四大妈 对不对 还有莲花庶明师姐 这次那个加州四大妈也有来 这个拜见师尊 我讲很多笑话 然后呢 他们这个师尊跟弟子们一起看日落 那这个情景是怎么样 他说 师尊 这个 我看看 他讲说 这个 师尊讲说 人生难得几回戒 那一起来看日落 对不对 有几回 大家问说 师尊我们一起来跟你看日落 有几回 师尊说一回 弟子问说 为什么只有一回 师尊说 同样的地点 同样这些人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场景 只有一次 所以呢 大家来看这个 今天的读书会 现场直播 同样的场景 同样的这些人 同样的贴图 只有一次 也就是呢 珍惜 人都是要珍惜 那你知道说 你在看那个日落 其实在佛法 他有往昔的方法 就是十念法 每天记得往西方 念十遍阿弥陀佛 那么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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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念十念法 念十遍 就是十念法 很简单 你在念的每一遍 心情都很阴重 都很尊重 为什么念十念法 就是要跟阿弥陀佛发愿 将来我要当你的邻居 将来我要住到你那边 将来我要移民 阿弥陀佛 将来要移民到你那边 对不对 哇 所以就是十念法 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修法 但是也是 确立自己将来要往生西方的一个方式 那你十念法 阿弥陀佛 在家那个 阿弥陀佛 在家那个 阿弥陀佛 海陀佛 一阵子 感觉有一阵风 往你而来 忽然又急得退散 这个是感应吗 反正感应 龟芳 你好 还有这个 李政国是不是 莲花童子奏 各离羊千遍 阿弥陀佛 莲花秀吏 这样经一遍 然后甘风吏 还有这个 人生就是只有一次不可能重来 万帆带不走 你知道吗 最近我梦到师尊 为什么我梦到师尊 因为我睡觉之前 我跟师尊禀告伟大的是说 虽然我在西雅图天天看到师尊 可是呢 因为最近在测试网路的YouTube 还有我们最近有一些活动 一直在设计怎么样把这个 我们网路的法务推广弄的好 哇每天在想破脑筋 然后就是这个 有时候就没有去吃饭 有时候拿了便当就往宿舍奔跑 这个大概上个礼拜 我几乎是严重的 严重的睡眠不够 有点时差 又一天到晚就是拼命在做 拼命在想 就算躺在床上还在想法务 知道吧 哇这个严重的睡眠不够 所以只好午餐晚餐 这个 这个抓紧时间赶快休息 可是休息的时候那个大脑还是没有休息 哇 那到有一天晚上又觉得蛮忏悔的 我在睡觉之前我跟师尊禀告 我说师尊最近这几天对不起 没有去餐厅跟你吃饭 也没有跟你一直笑 跟你一直傻笑 对不对 不过地址是很有心要推广你的文集 希望仍然加强我跟你的缘分 意思是这样 睡觉之前祷告完之后 睡觉睡着了 就梦到师尊了 就梦到师尊了 那所以你说 这个师尊不是最近开示吗 讲说哇 你睡觉之前跟你的本尊祷告 对不对 他至少让你如愿 那这个我昨天又祷告了 那睡觉之前我念的是护法咒 就给他念护法咒 我戴上耳机念护法咒 念到睡着 中间有醒过来 可是还是睡着 我睡到五点 大概可以睡五个小时 然后呢 居然没有梦 我祈求梦式 就连梦都没有 原来没有梦就是最好的梦式 所以呢 你会觉得你很忙吗 你没空 你没时间修法睡觉 没有时间修法吗 只有时间睡觉 只有时间修眠光法吗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可以开音乐睡觉的 开上司心做护法做睡觉的 你就开个音乐睡觉 那你就开音乐睡觉 万一有一天你这样子开开开 不小心有一天就睡着了 往生 正好助念 建议给他充足 罗丽华 赛丽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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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说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海边看日落 高雄有个哈曼日落 曼哈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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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曼哈顿是在纽约的 他们说日落 中间有个头像韩国语亮亮的头 第三 晨光日起和日落 宇宙万物的动态 自然升起自然落 发挥光芒显力 日就近 人生就只有一次不肯重来 哇 这个是赛丽华 天来功课 在新山华元亮世 演习班 共大白娘总的试坛 参加联赴上司的护魔法会 将近三位法 政府进一步 观音大力金刚十元金刚 特地神科108 还有雷藏寺新加坡的同修 观音本则法都回下 加苦门品回下 谢谢 好 我还是讲一下 所以师尊看着这个日落 有时候觉得说人也是要学习独处 你每天很忙很忙 但是你独处的时候 你怎么去把你的心意弄得非常的漂亮 其实师尊最后他讲说 他面对着日落念佛 最后就是想到看到日落 想到当年在墨西哥在海边 跟弟子一起看日落 而且只看一次不会再重来了 那如今他一个人看日落在流泪 当然他是想着弟子在流泪 对不对 那人在独处的时候 回忆也会流泪 回忆为什么流泪 因为会有爱 对不对 会有想念弟子 好像师尊想念弟子 就是好像在想念亲人一样 那再来就是这个师尊讲说 虽然是只有一次 可是师尊其实以他的正量 以他的正量 我们讲到科学的量子力学 量子力学就是这个点到这个点 这个点到这个点 然后过去就这样过去 可是量子力学是两个点 也是重点的 就到了 所以为什么有瞬间移动 对不对 这个叫量子力学 两个点 本来很远 好 我告诉你 这是什么呢 这个是佛法 师尊呢 师尊呢 在讲圆阶经的时候 圆绝经的时候 他讲 他随时随地可以打开 时空的拉链 回到释迦牟尼佛时代 2500年前 释迦牟尼佛在说法的那种情况 所以对于时间 对空间 其实对师尊来讲 不是问题 问题是我们 师尊可以重复的回去过去 回去或者现在或者未来 师尊是一个开悟的人 开悟的人 为什么他可以三记一如 过去现在未来 为什么才可以三记一如同样一个点 可以像是量子力学了 因为师尊因为修正了禅定了 他改变了身体的分子 变得很细腻的 变成很光明的 能够改变身体的分子 细腻跟光明 他就可以进入到量子力学 瞬间移动 我们呢 我们的栗子很大的颗粒 哇 贪嗔痴 贪嗔痴一慢 哇 一大堆颗粒 一大堆习气 还没有催炼 所以还没有量子力学 资尊在这个礼拜六下祖粮师开誓 他讲到什么 他讲到 有没有本尊的相应 他说 其中有一个是空行母的受祭 问大家 大家都记得 我们大家都记得 空行母受祭 也会 那有一个讲英语的 就起来讲 哇 空行母下降 非常的漂亮 他很高兴 那他下降的时候是什么情况 你这个 哇 讲的非常的激动 非常的无限的感恩 他也是很感恩我们的师尊 那昨天又讲到那个修法的要节 什么叫常乐我敬 什么叫本尊 同行二人 对不对 除了同行二人 还有什么 想你在天边 想你在眼前 想你 想你就是一直在我的心里 本尊下降到你的心里面的莲花 坐在你内心的莲花合一 永远的那种合一 当然师尊知道说他可以跟弟子一起合一 可是他为什么会担心 因为这个为弟子流泪 因为弟子还没跟师尊合一 师父可以跟你合一 可是你没有办法跟师父合一 哭哭 很难过 我们来唱师尊心咒 我们来跟师尊合一 哇 这个放一下师尊心咒的音乐 哟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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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哼咕噜善息笛呼 哼咕噜善息笛呼 王谱怜声音辑哄 祝文文伟大的师尊 愿师尊长住世间长转法轮 祝师尊生日快乐 好 所以师尊说 当初在墨西哥的海边 大家都珍惜 唯一跟师尊的一次 同样的时间 同样的人 同样的地点 大家都非常的珍惜 一直默默的看着大日的日落 然后不知道谁在念阿弥陀佛 然后我就大家那个日落 看着日落跟着师尊一起念阿弥陀佛 那后来师尊闭关的时候 自己一个人看着日落 在念阿弥陀佛想念的弟子 不过师尊现在出关了 已经出关好几年了 要跟我们大家快乐的在一起 我们非常的荣幸 还可以跟师尊一起 Happy Birthday 等一下在这个读书会直播结束之后 欢迎大家到我的Youtube Youtube的话来看 来看这个 我们要有网路快散活动 庆祝师尊生日 那个网址还要再贴一次给你们看吗 希望大家一定要记得 我再贴一次给大家看 请大家上我的网址 变成乱码了 好那没关系 刚刚贴的这个是乱码的 你不要管它 那今天先介绍到这里 我们最后跟着我们伟大的师尊 一起唱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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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参加今天520的读书会直播 这是一篇短短的文章 看着日落念佛 师尊除了看着日落念佛 他还念着弟子 心中还想念我们每一个弟子 我们每天有识念法的 淨谱中有识念法的 每次往西边 面对的西方想着阿弥陀佛 念十遍的阿弥陀佛 很简单,可是要很持续 让你在临终往生的时候 记得要十年,而且一心不乱 可以往生西方籍的世界 那师尊在这篇文章描述到日落像蛋黄 那日落的光灑在海面上 很金黄的跟蓝色的海洋 混在一起非常地美 师尊的文笔非常地很会描述风景 想到当初跟弟子在墨西哥 已经看着日落的情况 所以师尊是非常地爱我们第一次 其实他还是每天都非常地开心 我们谢谢师尊给我们写这么好的文章 谢谢师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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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天礼拜二我要当监考官 因为中委会要在彩虹山庄 美国地区要做助教跟讲师的考试 我要负责监考方拜的 所以明天读书会暂停一次 因为我们要很早就出门了 好等一下欢迎大家上我们的 等一下欢迎大家上我们的那个YouTube 看看我能不能再把YouTube的网址贴出来 等一下我们会在YouTube网路快闪 来庆祝我们的师尊神日 欢迎大家参加 哇这个就是我的YouTube 大家上了我的YouTube 然后在上方有个影片的地方按下去就是直播了 欢迎大家 今天的网路贴文 我好像贴不上我的公告预告 我等一下贴上去 我们就在YouTube集合了 拜拜